来 看一把杰克 盲女 囚徒 忌者 加入练师 哎呀 好脆呀 这阵容 但这个阵容修机速度快 这是一个超修流阵容 且这个阵容的入练师存在呢 会一定上影响杰克的一个真盛节奏 就你说这个阵容吧 通过入练师这一手 好像你想要去把这个局 通过灵鹫队 杰克节奏真是私人开门战呢 勉强了点 可能性不高 但是你挂飞第一个人以后拥有入练师存在 入练师不怕你 哎 哎 哎 这波盲女压个进步想躲在这个 这个采旗后面 被杰克看到了 大盲女 震慑 擦着眼睛 想一想啊 不要觉得这个局没了 我相信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 啊 毛女秒倒没了 这个局离结束远远没有 到可以下判断的时候 第一 入练师 第二 囚徒 这两个点是求生者翻盘的大点 这一局的话如果要输这边 对 刚好想说就救人位这边出问题 比如说吃个双岛或者是人救不下来 那杰克可以说是赢了 但是只要这边杰克在防守端目前还没有能形成击倒节奏 一切都尚未可知 抓入练师这个节奏不香啊 他这边应该单纯就干扰干扰吧 不但这马拉求生者确实有点尴尬 这记者 囚徒 包括这边那个入练师的位置全部被看到 也就是知道你们救不下来了 追下一个人 就一个人没挂飞呢 已经开始追下一个人了 骗下来 乌刃 怎么说 交不交 接到乌刃 打中了 小娃给你打了 然后柴角隐身 14秒以后下一个巫人带你走了 哎呀 好梦幻的节奏啊 打杰克能有这样的节奏 我们先算一算机子 我再来做个判断 现在总量上面来讲三台 有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目前记者他活了 记者没倒 但囚徒这边被找到了 囚徒被找到 交个电 往前走 这囚徒如果被秒了 那游戏结束了 囚徒如果被秒游戏结束了 给导物人飘 飞轮顶 可以 这个入练师是抓不了的 这个入练师抓不了一点点 抓入练师 杰克自己是亏节奏的 因为外面的话 单身插个眼 单身插个眼 不可能去抓入练师的 抓入练师 哎 哎 哎 抓入练师 没有 节奏的呀 这入练师 这入练师不好抓吧 这怎么抓入练师啊 这入练师抓的要平的 这入练师千不该万不该 不能抓 真不能抓 找到囚徒 那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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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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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不了这入练师的 但是杰克这边 这手入练师过去补机子 我们来想一想 现在的话 机子 三十八 还好 这波是找到了这个囚徒 路人局球者这边没有交流 没办法 就囚徒这边不知道杰克的位置嘛 所以说这边撞上了 入练师要来救人 换铃救 误人没打到 老震射 没关系 墙顶 无敌救人 但会不会过半啊 这这这时间有点久 过半了 那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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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 一穿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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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这个节点才赢啊 兄弟们 真的 我相信我们直播间 七阶以上的观众会认可我这个点 就打到刚才那个节点 如果说刚才抓的是入练师 游戏真的没有结束的 杰克的容错率很低 杰克的容错率很低 对吧 那我说不抓入练 对不对吗 你就看半血入练师 满血囚徒 杰克追的是谁 追的是囚徒呀 是不是 入练师抓不了的 这抓入练师就是你亏一手节奏 你上挂了他交灵鹫 然后你再去抓他 这个时间对面是可以把机子修完的 再加上外面记者手里面还有一个救人物啊 还有一个搏命在手上的